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歡迎來到對號入座這個系列 今天來回覆一下大家的問題 最近有蠻多網友在敲碗說想要了解一下合作的狀況 因為他覺得說配息還不錯啊 那為什麼股價會跌很多 那也有網友發現說 今年的第一季跟去年的第一季比起來 營收減少的超過600億 但是毛利卻上升很多 包含淨利的部分也是 那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想這個等一下後面會有一些說明 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我想這邊先簡單提一下 營收會減掉600億之多啊 最主要就是因為蘋果抽單嘛 那一般來講抽單會有幾個狀況 一個是你主動的被抽單 像合作是被蘋果主動給抽單掉 合作並沒有選擇嘛 另外一種就是你可能選擇了A客戶 他的單子比較好 然後B客戶可能會因此而抗議 就造成抽單的狀況出現 那這種抽單對公司來講 他整體的營收或許是往上走的 因為你覺得A客戶比較好嘛 那被B客戶抽單 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 這時候的營收有很大的機會是往上走 因為你覺得A客戶比較好不是嗎 而另外一種狀況就是像合作這種 你被主要的客戶抽單了 而且這個客戶的佔比還算高 那你的營收勢必會受很大的影響 這時候你營收下降 但是營收下降 毛利到底會往上往下走 這還不一定 要看你這個主要的客戶 他帶給你這間公司的毛利是好還是壞 那以蘋果來講 應該說大部分的蘋概股都是 你會發現他們被抽單之後 毛利反了往上走 那就代表之前 蘋果所下的單裡面 他的毛利率事實上是很低很低的 所以你從這次合作的例子 就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他被抽單了 營收往下掉 但是事實上毛利率是往上走的 好嗎 這個等一下後面會有更詳細的數字可以看 那至於這邊提到的稅前淨利翻了1倍 然後EPS甚至翻了3倍 我覺得稅前淨利因為已經包含了業外收入的部分 所以有時候要把本業跟業外把它考量進來看 你就可以比較明瞭 比較清楚 這個等一下後面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聊聊一下高殖利率的股票 像以合數來講 目前殖利率有6%多嗎 那有些人會因為6%多而進去買 但是到底適不適合投資 我覺得這個看個人 因為他有一些隱憂跟未來的一些機會 那就看你怎麼去看到這個隱憂跟機會 好 那我們就趕快往下看吧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按一下這邊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啦 首先在上次大力光的影片裡面 我們有講到說 股災的發生 一般我會把它分成外部跟內部 外部跟內部裡面大部分都是比較好理解的 對公司來講也比較好解決 因為只要風波過了 影響不大的話 你公司的賺錢能力還在 事實上估價的部分也蠻好做的 那現在最怕就是內部的股災裡面 有一個叫本業衰退 本業衰退 通常我會不建議碰這種公司啦 除非你很了解這個產業或這間公司 你了解衰退的狀況會怎麼樣 例如你知道合數被蘋果抽單 那抽單之後的狀況大概會怎麼樣 那未來有什麼樣的方式去補足它 那來了解一下 合數到底遇到比較大的問題有什麼 目前主要有三個問題啦 一個是缺料 另外一個是抽單 再來就是一個利訊 這三個分別代表可能短中長期 不同類型的問題 先講比較簡單的好的 利訊 如果你去看財報 你會發現合數持有利訊的股票高達39000多張 不過從今年初開始 利訊的股價就從62塊多 掉到目前大概35塊 整段的跌幅大概是40幾% 所以這部分的損失就可能會列在金融資產的減損部分 這個等一下後面會有說明 再來一點是抽單的部分 像抽單其實可短可長 只是到目前看起來 在短時間內要把營收再拉回來 我覺得難度是有點高啦 因為後續要看蘋果產品整個銷售的狀況 所以合數等於是被動在等單 所以目前看起來這個抽單狀況 還是需要把它考量進來的 再來一個就是缺料 我想這個缺料不只是合數的問題 這個看起來並不是短期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可能會拉個好幾個季度以上 我覺得在目前的話 你在估價的時候 也要把這個缺料的問題給考量進來 再來看一下合數的營收狀況好了 從最新一季的季報 就今年第一季的季報 你可以發現它的營收 跟去年同期就是2700多億比起來 減少了618億 這個減少的幅度算是相當大的 因為去年別忘了是疫情的時候 第一季嘛 如果你跟前年比的話 它減少的幅度甚至高達將近800億了 那如果你從市場別來看 你會發現歐洲跟美國 包含台灣整體的降幅都高達兩三成 那我想剛剛有提到 最主要原因就是蘋果抽單 那有一個點大家可以去觀察的是 在財報裡面 通常在後半段會有一個部門的資訊 然後部門資訊的最後會有一個主要的客戶資訊 在這個資訊裡面 如果有資料的話 就代表這一間公司的營收主要來源是有哪些 那以合數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A客戶就佔了將近61% 什麼樣的客戶可以佔到61% 這個很明顯就是蘋果 那B客戶大概佔了11.8% C客戶則是佔了6.3% 如果從這個比例來看的話 B客戶看起來應該是Sony 而C客戶看起來應該是華碩 那像財報裡面 如果你看到主要客戶資訊裡面有資料的話 你就需要去了解一下說 那這間公司會不會有抽單的問題出現 那其實也有不少公司的財報裡面 這一欄是空白的 就是它並沒有集中在某些客戶身上 所以未來也比較不會遇到抽單 或者是簡單的狀況出現 所以大家在看財報的時候可以觀察一下這個部分 那我想 之前有提過好幾個平概股 那最近受影響被抽單 都是因為蘋果策略上的調整 最主要就是因為蘋果可能會因為產品賣得不好 銷售不佳而去砍單 像以合作來講 它就是因為iPhone 12 mini被砍單了三四成 造成它營收有比較大幅度的衰退 所以你就知道剛剛講的這一種 當你主要客戶佔比營收太高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有這種狀況出現 那我覺得這是大家在投資的時候需要去注意的一點 如果你今天主要的營收集中在某幾間客戶上 那在未來就可能會有一些風險產生 再來看一下配息跟毛利的狀況 如果你單看2020年的配息4.5塊 以目前來看的話 殖利率大概是6.2%上下 殖利率不錯 但是適不適合投資 我覺得就需要稍微考量一下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毛利的狀況 在2015年的時候 合作的毛利率高達6.2% 如果從2015年來看的話 到2020年這幾年是衰退了大概43%左右 那營業利益率也是 營業利益率大概衰退了將近六成 至於在競爭對手3231的微創 它整體的營收是成長的大概35% 雖然不及核碩的47% 但是偽創在淨利跟毛利率的部分 它成長的幅度是比核碩要好很多的 我想這個要歸於過去兩間的一些競爭的關係 因為偽創當時也是在競爭蘋果的訂單 後來因為爭取不到 只能接到一些比較低接手機的訂單 然後造成偽創開始往雲端運算的部分去發展 才有之後的那個微影嘛 那相對於核碩就開始往蘋果代工這個領域去走 所以兩間就開始走出不同的路出來 那到底誰好誰壞其實慢慢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尤其是偽創其效的子公司發展都都相當不錯 那像核碩就因為受制於蘋果 造成它整個毛利事實上是一直被受限制的 不過我想這次核碩被蘋果抽單也不一定是壞事啊 像這種代工廠其實到後來都要面臨轉型的挑戰嘛 那以核碩來講 它未來的中心就比較偏向於電動車 尤其是它已經接到特斯拉跟奧迪的訂單了 另外還有像是未來在電動機車跟電動自行車的部分 也即將要跨入這個領域嘛 再來就是5G的應用就是智慧程式這一塊 我想被抽單不一定是壞事啊 但是公司要走出一個轉型的路出來是比較重要的 那目前來看核碩在這個部分方向算是還蠻明確的 我覺得這一點就算是還不錯 所以希望在未來電動車這個領域還有包含5G的應用 可以為核碩帶來一個實質佔比高的營收 如果你對核碩有興趣的話 我會建議說去下載完整的財報來看 那如果你是頻道會員 可以在會員專屬的社群裡面下載這份個股財報來研究 到時候這支影片結束後 我會把這檔個股的財報上傳到社群裡面 給大家下載方便研究使用 再來看一下ROE的部分 近8年來就從13年到20年 核碩的股本膨脹大概是14%多 這個看起來還好 而股東權益是成長了38% 這部分看起來是還好 但是它的分配盈雨就成長了192% 我想這個是有很大一部分是針對 未來在電動車有持續擴廠的需求而準備的 雖然是有一個正當的理由 但是投資人也是要去理解說 這個未分配盈雨事實上也是讓股東權益持續膨脹的一個原因 那你的ROE會不會持續的往下走 這也是一個關鍵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去觀察 你看最近這兩季它的ROE都只有2%多2%多 如果換算成年度的話 事實上已經不到11%了 所以這個未分配盈雨能不能被妥善的運用 也是一個要觀察的重點 另外在營收成長是47% 淨利的話是成長57% 所以看起來你目前淨利的成長還算跟得上股東權益 所以現在狀況還算是在控制內 但是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剛剛講的未分配盈雨的部分 因為這個增加的幅度算是相當大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去年 合作的整體營收來到了1兆3900多億 那其中有幾個部分需要去注意的 其中一個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看它的營業外收入 103億 佔了稅前淨利200多億裡面佔了超過1 3 這個在之前是比較少發生的 你看在2016年的時候它的ROE一樣11%多 跟2020年11%多很類似 但是你看它的組成就完全不一樣 像2016年的營業利益就高達324億 但是2020年就191億而已 在本業上的收入就差很多了 那2020年主要會撐到這麼高 是因為它業外的收入高達103億 而2016年的業外還是虧損的 所以2016年這個淨利比較偏向實質的利益 而2020年主要還是因為業外溢注比較多 尤其是在其他收入就高達81億了 那其他收入裡面就包含了像利息收入 還有最主要的補助的收益 補助的收入就高達30幾億了 所以這個都是投資人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再來看一下今年第一季 它的EPS1.75塊 比起去年同期的0.6塊高上許多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看一下 像今年第一季營業利益只有22億而已 遠遠不及過去的像第四季的60幾億 還有去年第三季的60幾億 第二季的60幾億 你看今年第一季的20幾億很明顯就掉很多了 所以不只是營收掉 它本業的營業利益也掉很多 那再來 營業外的收入任列了16.3億 稅前經歷38億 所以你看營業外的收入就佔了稅前經歷將近一半了 4成多嘛 所以最後的經歷才有辦法到50幾億 那如果你把業外像這個投資利益的部分 它並不是常態性的 如果你把它拿掉的話 事實上你會發現它的經歷是少很多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其實它第一季的ROE 並不會到2.78這麼高 這個是大家在估價的時候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再來估一下目前的股災價 我這邊就不做股價的驗證了 驗證的部分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有任何問題的話可以在這支影片下方留言 好嗎? 所以我們直接來估一下目前的股災價 2020年第一季的禁止是57.49塊 在這邊 我們把它放進來 再來合理的第一本益比 我這邊是抓7倍左右 我覺得比較合理 近四季的ROE是13.96 那因為最近的營收3月是衰退了大概20% 4月也是衰退了10% 那再加上剛剛我們前面的衡量 所以我這邊預估的ROE是抓11%左右 我覺得比較合理 然後這個會因為每一個季度去做調整 所以這樣估出來的股災價格是44.3塊錢 目前合理價的部分 禁止是一樣的 本益比從剛剛的7倍拉到9倍 ROE也是一樣抓11% 這樣估出來的合理價格是56.9塊 好 最後來簡單總結一下好了 剛剛講到合碩現在面臨了一些困境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轉型機會 因為現在很多大廠都在轉型 所以合碩等於是要從原本的代工 就是蘋果第二大的代工廠 慢慢轉向供應鏈的角色 就像合碩董事長同之前講的 合碩要從代工轉向一級的供應鏈 那我相信未來的重心就是剛剛前面講到的 電動車還有電動機車跟5G的應用 所以我覺得對合碩來講是危機 但是也是轉機啦 尤其是在電動車目前已經開始 易住一些營收嘛 那未來相信在電動機車跟5G的應用的部分 也會慢慢步上軌道 所以簡單來講有點像是短空長多啦 只是說這個短空的短需要花多少時間 就是投資人需要去考量一個重點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持續關注未來財報的表現啦 好嗎?以上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的話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記得按一下這邊幫我訂閱一下喔 今天影片都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